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殿堂 今天要來探討 以前外國朋友來 很多東西都是他們必買的 你以為現在還在買那些 什麼鳳梨酥 老婆餅 牛肉乾嗎 那些已經Out了 有 還有台灣很多的特色小物 比如說之前韓國人在搶 我們的這個黑人牙膏 對不對 今天就要介紹更多 讓外國人就算連行李操縱 都要買回去的台灣特色小物 太多了 我跟你講 以前留學生最愛戴的是什麼 大銅電鍋嘛 對不對 很多人來子民也要買 到底還有什麼東西 是這些外國朋友的心頭好呢 外國 外國朋友的心頭好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搞不好這個東西 你家也有喔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平時最愛買 不買對不起自己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大家好 當對面的愛買好東西 只是口袋沒有錢 娃娃 我們的聯合國新來 歡迎 歡迎 台灣近年在發明展上頻頻獲獎 國人的創意已受世界肯定 而今天就要以外國人的角度來看看 究竟台灣有哪些特色小物 是他們最推薦的呢 行男們私心哪一些 喜歡 你們真的很喜歡哪一些台灣特色小物 都會迫不及待想要推薦給你們國家的朋友呢 你要介紹給你們的朋友喔 要 我要介紹的是 鳳梨跟蠟燭是同樣的東西嗎 鳳梨蠟燭 對 鳳梨蠟燭 這是什麼 鳳梨形狀的蠟燭 你們在廟裡不是敗一敗都會放那個嗎 我這裡有帶 蛤 買那個幹嘛 鳳梨蠟燭 對 就是 哇賽 為什麼要買這個 這個不錯 這個很便宜啊 要收留他們吧 第一個很便宜 第二個 對你們來說可能是很抬的很爽的一個 就是在廟裡的一個產品嘛 但是這個你看鳳梨 鳳梨代表什麼 就是熱帶 就是 度假的一個氣氛嘛 對 熱帶 度假的氣氛 跟我們台灣人想的完全不一樣 我們鳳梨是 是這個意思嗎 不一樣 這個放在西班牙一個有海 一個很美的風景 才一個陽台 然後你點這個 鳳梨的蠟燭 就是一個很浪漫 一口度假的一個 超詭異的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滿有想法 因為他這樣說的確是 就像那種薩威夷有沒有 薩威夷的時候海灘 最喜歡那種 對 旺季 就最喜歡的那種就是那種 鳳梨 我現在說 為什麼他都會胡買亂買 因為他很容易就被睡了 真的 老婆很弱 重點是我 我剛剛沒有想到他這麼可愛 我現在看到就很可愛 真的滿可愛的耶 很可愛 以前擺在廟裡不覺得 對 以前不覺得 最便宜的生命燈啦 生命燈喔 對 最便宜 就是那個紅色的生命燈 生命燈其實也很夯啊 對 在外國的世界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我只知道他在西方極樂世界很夯啊 對啊 其實他有各種原因 他很夯 一個是 因為我大部分的外國朋友來的時候 我都會帶他們去逛那個佛具店 因為 逛佛具店 因為 假的啦 真的啦 你的拍樣好倒楣喔 佛具店裡面很多外國人喜歡的東西 比如說香作 他們很喜歡那個什麼佛手 什麼可以夾一個香啊 什麼 這一類的 他給一個有一種台灣文化的一個象徵 他可以帶回去 然後他可以去夾他的香 比如說那個所謂的神明燈 我有一個外國朋友他看到一個神明燈 然後他就覺得哇這個神明燈我好喜歡 然後我就覺得說不要吧 這個 這個紅色的燈是拿來拜神明的 我說不是 我說那是怎麼樣 他說 紅色的燈在美國有專賣紅色的燈 因為它可以模仿夕陽 它會幫助你入眠 所以那些燈一顆四千塊台幣 他說這個燈才七百塊 也是 因為這個燈也是有些人入眠之後 我們才會點的燈嘛 對 你講的不是入眠 你講的是長眠 長眠 對 所以他把它當小夜燈用 真的 這個燈點著 然後你看著看著 裡面是有毒是不是 不是 你一直看著那一顆燈泡 你當然會 但是他們科學有研究說 藍光像電視或是屏幕的光 會讓你的雙國體亢奮 所以你睡不著 但是紅光就會讓你入眠了 其實有科學研究 所以他其實講的也沒有錯 好吧 團購了吧 團購了吧 什麼團購 而且你知道看到蠟燭才想到 我有一次也是就跟朋友 然後我也是經過廟宇 然後進去看的時候 他看到兩根蠟燭 他超喜歡 他很想把它帶走 你知道那兩根是什麼嗎 鳳條雨順 然後一個都戴得這麼高 他就說 比你還高 這種蠟燭 你知道嗎 廟宇的那種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沒有看過這麼大隻的蠟燭 他覺得很酷 他就很想帶走 然後問我說去哪裡買 我說天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幫你扛 就火炬店啊 原來 原來在火炬店 對 他們會挑那些有中國製的東西啊 對 也會挑香喔 而且但香他們都挑便宜的 我每一次都說 這個橙香你去買一下 然後他就點 他說這個橙香多少 他說可能是一斤三千塊 就太貴 彈香一千塊也太貴 最後他都買了那種拜拜的香 我說不要吧 然後 但他們覺得說 因為在國外人家聞這個味道 也很特別 喔 那你就直接想要買蚊香就好了 很便宜 對啊 可以驅入 長得還更特別 對啊 但是外國人真的好喜歡那些東西 因為我也有外國朋友 他就是為了學中文 然後他學中文 他就想說要找那種有 啵啵啵的書 其實很難找 結果後來有一次 帶他去拜拜的時候 他們不是你投箱有錢 他們都會有印那種 然後就拿了一本 他一看好漂亮 因為是紅色的 然後你還可以這樣拉開 很長 像手風琴 對 然後上面都有啵啵啵之外 那個表面還有燙金 他們就覺得好漂亮 然後就直接投了幾百塊以後 他拿了一疊回去要送人 2008年的時候 我在那個龍上司 我拿了衣裝30公斤的這些樹 然後我就寄回去 你看他們都好愛喔 對啊 妳是覺得他很漂亮是不是 對 因為他們說捐款 就可以帶回家 就是好好 然後我到意大利 什麼心境啊 什麼一堆油都沒的 那個真的可以好好研究中文 我媽來的時候 我也是帶我媽跟我姐姐 我們去逛那一種 佛巨店 佛巨店啊 然後我們就是買了很多那個 他們那一家可能比較特別一點 它有很多刀子 就是那個長的刀子 然後很多 對啊 它有很多銀色的東西 然後麻麻的 武士的吧 武士刀吧 對 刀子啊 那個是刀子喔 對啊 然後我們買了三個 然後還有一些 銀色的碗 然後我不知道 那個碗應該是要放那個香 在裡面是不是 或是幹嘛 但是我媽就是把它回家 然後就是 敲的那一種嗎 他應該是買香爐 小糕的嗎 有三個角嗎 對 好像是有 對啊 那後來我媽買了兩個 帶回家 然後我們就是 種一些那個花在裡面 蛤 蛤 因為種... 沒有錯啊 因為外面有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你會覺得好可愛 好漂亮啊 我媽帶回家 然後種化 那還有大一點的 大一點的 下面有輪子 然後上面有個蓋子的 那一種你為什麼不買 那個是什麼 那個要怎麼帶回家的 那個就是燒金紙用的啊 燒金紙 紅啊 紅色那一個 其實你知道嗎 燈跟佛經搭配起來最好 像我上次我媽媽 她去逛那個慈禧店 她買了很大的燈 然後上面刻著那個心境 一直轉著 一直轉著 她說每天晚上看著那個東西 就會慢慢的入水 免啊 那妳去理法院門口 不是用那個燈的嗎 啊啊啊 睡著 在門口睡著 對 反正我要講說 像義大利有很多人 他們非常喜歡就是 漢字 中文字 2008年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掛那個淡水的老街 然後我看到一個T恤 我買了 我沒有看到 我買了150件送回去 給我羅馬大學中文系的老師 我跟他說 你可以送給你的學生 因為他上面寫 你好台灣 哦 真的沒有台灣 然後下面是你好台灣 然後下面也有台語 對 也有台語 然後他寫羅馬拼音寫這個台語 他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說有時候可能 你們當地人覺得穿 印有中文字的東西 有點丟臉 還是還好 不會啊 我們1號攝影師都在穿啊 不會啊 怎麼會呢 也是有印中文字啊 所以我非常希望1號 不是 我覺得 比如說買這個 你好台灣送給外國人很好 他們會很喜歡 可是我們當地人買這個 感覺好像你去Vegas買 我愛Vegas 然後被美國也喜歡 這個不會奇怪啊 我跟你講 我們在美國很喜歡 在上面寫很多字的東西 這邊怎麼沒有一個正常的美國人啊 喂 我還在這裡 還在這裡 好 你說是不是 我跟你講 在我家那邊 特別是我還在那邊的時候 幾乎你買不到這種 在上面寫字 或是寫什麼好笑的 就算是英文或是中文的東西 那你要買的話 你要開車3個小時 到我們那邊的海灘 才可以買 就是一些 那個觀光客經典的地方才有了 但是我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 你們每一條街 特別在夜市裡面 都在賣這種衣服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間買了一些 好熱 蛤 對啊 很多這一種 我就買了那一間 然後我就很喜歡到 我那個朋友大學的時候 他是那個 那個書法 很厲害 他說你要不要我幫你寫一個東西 我說那你幫我做衣服 嗯 他真的是幫我做衣服 然後 寫什麼 然後我就到處都在穿 寫什麼 你是不是沒有讀書過啊 我聽得懂 哦 我聽得懂 我聽得懂 背後 滾回美國 你跟我說中文 好 你跟我說中文 然後我聽得懂 對啊 所以那時候 因為 剛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 就很多人都在 都 其實到現在也是以為 我不會聽得懂 但是 就好玩啦 嗯 我們都喜歡這種東西啦 我們就常常去夜市那邊 看到有賣這樣的衣服 原來都是賣給他們的 真的 就是賣給外國人 我懂了 我懂了 我跟你講 我之前做聖夜市 每天都特別是外國人 一定的啊 他們特別喜歡這種字啊 哦 那南非 南非喜歡什麼 南非呢 我們喜歡的比較特別 就是 台灣人他們 你們稱為 哪一個包 阿嬤包 什麼 這個阿嬤包在我心目中 是 台灣的LV包 蛤 哪一個啊 是哪一種 是長什麼樣子 買菜的 環保購物袋的概念 所以我非常推薦 南非人來台灣 就會推薦這個 台灣LV包給他們 哇 而且好像 我再配一雙藍白拖更好 對 這個藍白拖超搭的 走在路上 嗯 帥氣 然後再配一件中文的T恤 你好台灣 對 對啊 好台灣味喔 對 而且這種配色 其實台灣人覺得 太Local很土 但是其實外國人覺得很 就沒有問題啊 蠻酷啊 對啊 我原本以為這個包很貴 但現在哪裡買到這個包啊 都有 很多 都有 什麼那種百貨啊 就有了 五金 五金 其實五金 他們有看 後來他們有跟我們講 去哪裡買 我們就去看 才知道 哇 其實這些包是蠻便宜的 很便宜喔 現在韓國人也都會買這個回去 真的喔 非常適合 大概去那個海邊的 這種 對 就是海邊啊 然後像是去買菜什麼也都可以 對 十年前在中和的一個傳統的實際看到 然後我還很白目的跟我朋友說 欸 你們這邊附近有海邊嗎 他說好 你這這樣子嗎 中和怎麼可能會海 因為在義大利我們有 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 我們只能用去海邊 海灘包 對 不可能是用去什麼 傳統的市場啊 或是這樣 或是類似超市 不可能 所以其實我爸爸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尤其我媽媽超愛 她有很多 可是她只能用去海邊 所以她來這邊開心的喊 在說哇塞 這個根本就是天堂啊 她可以把所有帶去海邊的東西 帶去加勒服啊 什麼超市啊 她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因為義大利 如果你拿這個東西去市中心 她會笑你 對 因為他們覺得就是一個 就是海邊 沒有 可是講實在話 因為這以前是在菜市場 對 老一輩人買菜 買菜用的 但是後來有一個名牌 好像用了這一個 很像的配色 很像的這個配色 所以後來這個包包 又重新被炒起來 現在你拿出去 大家才不會笑你 要不然以前 大家還是會覺得 年輕人不太會拿這個東西啊 我今天要介紹一個 非常厲害的東西 我發現你們今天帶來的東西 都是OK的 但是我現在要介紹的 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你確定 我確定 確定 什麼 叮叮 包包第二 二弟包包 喂 什麼 包包第二是什麼 我寫錯了嗎 沒有 寫得很好 好 什麼是二弟包包 我拿出來給你們看 這個是不是很可愛 這個很可愛 對 你看它 你會覺得 就是一個 一瓶的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因為剛開始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有一個美國朋友 他傳了一個電郵 跟我說 Duddy 可不可以幫我買一個包包 然後我想說什麼包包 然後後來他給我看這個東西 然後我說 到底是什麼 他說 這個你不知道嗎 這個在美國現在超級紅 真的啊 而且是台灣人設計的 然後我想說 是這樣子嗎 他說有啊 後來他貼了一個連結給我看 在美國 Katy Perry那個歌手 Baby you're a firework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他是誰 好 你冷靜 冷靜 哪一首歌 Katy Perry 他自己有用這個包包 真的啊 對啊 然後還有上新聞 就是很多人在狂自擺 聽說CNN有爆耶 對 非常非常好 那 那我就是 你看 你這樣子戴他 好可愛喔 有一點小 怎麼好像有點小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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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利變齊了 幫忙一下 等一下 好卡喔 好卡喔 等一下這個 有了 好卡喔 你要弄這個 是不是戴起來很可愛有沒有 感覺有點卡耶 還好 而且這個最主要就是 這個包包 它這樣子看 好像是有點就是 2D的感覺有沒有 但是打開 也可以塞滿多東西 可以把你的電腦 你的筆電塞進去啊 還有一大堆東西 那除了這個以外 這個是很可愛有沒有 但是再加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是在購物台賣東西 是不是 沒有 沒有 你不 要他們拿多少錢啊 這幹嘛啦 沒有 你不覺得這個很可愛嗎 你可以把這個 很可愛的 弄一個小錢包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錢包啊 錢包 它就全部都是2D系列的 對 2D系列的 好 我要介紹一個 然後我是用一個 沒有那麼三八的方式來介紹 但是呢 這個東西非常很棒 然後我覺得是很包容 台灣的文化的一個部分 就是呢 行動麥克風 漂亮 真的耶 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連我也有買 近期史上最好的發明耶 對 買給爸爸媽媽他們都超喜歡的耶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們美國人我們很愛唱歌對不對 這是我們少在這個卡拉OK的文化 我們沒有這個文化 要的話就是要去一個酒吧 然後酒吧就是好像那個 投幣式要花差不多一塊美金 才可以唱歌 然後如果你要開派對或什麼 你要邀請 要組一台到你的家 然後有時候也要請那個師父 也要給他錢過來 然後幫你放歌啊什麼的 超級貴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現在玩音樂的 我也是玩音樂的 然後小時候 等一下 你是玩音樂的喔 對啊 你剛剛說自己是音樂人對不對 我是玩音樂啊 OK 好 玩音樂 知道啊 那音樂是誰 什麼東西啦 沒有 但是 我記得我小時候 像我的堂哥 他要練歌的時候 那如果你 你沒有整個團在你後面 那就是很難練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小時候做這個東西就 哇 超級好 而且不只唱歌啦 現在出去帶活動什麼的 都很方便啦 對 帶活動什麼的 然後 因為現在比如說他有這個 這個是第一代 嗯 好 這個是 這個是第一代吧 這個 好 這個 然後他最近才出第二代 然後第二代好像有那個 虛化主唱的歌聲的功能 蛤 對 然後他就是比較大 我跟你講第二代很方便 因為第一代我有買給我爸爸媽媽 對 然後他們就是比較辛苦 要找那種卡拉帶 對 就是你要沒有人聲的那種的 他們才能這樣拿著這樣唱 但是第二代的就是你隨便任何歌 他會自動把你的那個人聲虛化 好酷喔 所以你就可以聽得到音樂就直接唱 對啊 而且那個麥克風跟喇叭是可以分開現在 現在可以分開啊 現在可以分開 對 超棒 我們小時候有這個東西 就 超好耶 那還有我們什麼其他的東西 老萬也會很喜歡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了一個排行榜 台灣特色小物 外國人喜歡 跟外國人覺得 不實用 不實用 對 所以我們把一些東西呢 帶到了街上做了一些街訪 然後外國的朋友們呢 也可以在街上試用一下這些 台灣的特色小物 好 那所以我們先來看最喜歡的啦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是 輕便雨衣 蛤 蛤 有嗎 他們喜歡 第三名齁 我認為這裡很快要雨 所以你不覺得它雨 然後你會不會很快 你會不會很快 她說她喜歡那個雨衣 因為她 因為台灣很常下雨 所以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得到 它在台風季節 因為現在有颱風季節 所以剛好可以用得上 台灣人穿的 我覺得 好笑 好可愛 我認為它很幫助我 因為她下雨的時候 她每一天都在用這個東西 因為很多人 都在街上走路 然後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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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用雨傘 然後很容易撞到人 所以她覺得雨衣非常好用 我的書裡面就有跟大家講說 如果去樂園玩的話 一定要從台灣帶這種輕便雨衣 因為台灣輕便雨衣很便宜嘛 幾十塊而已嘛 然後呢 我們就帶去樂園 然後我們穿這樣的時候 老外都一直看耶 因為我們的輕便雨衣是薄的嘛 然後像樂園裡面也有賣 可是它賣一件可能就 快三百台幣的這種 然後但是它的是厚的 它是可以重複穿的那一種 因為你穿這樣 我們會以為你是員工啦 謝謝 走 它是雨衣OK 而且我覺得這個雨衣 我跟你說 有時候 對 就這個嘛 對啊 就這個東西 你們看喔 我現在穿的 你們以為是外套對不對 不是 這個是意大利的雨衣 看 看 這是B開頭的嗎 這是B開頭的那個嗎 看似漂亮 但是有屁用 我跟你講 它下雨的時候 你從頭到腳 全部都是頭頭的 它只能放水啊 沒有 對啊 可是我們覺得 我們要追求漂亮 但是不好用 你知道我以前在義大利 最近有越來越多的雨蛋 你知道嗎 就是突然下大雨這樣 就跟台灣一樣 然後重點是 你穿這個東西要幹嘛 而且你看喔 下面喔 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的雨衣 沒有褲子 所以其實 其實腳還是不會是偷偷的 是喔 我跟你講我爸爸來台灣的時候 他買大概我不知道幾百件 因為又偏 你知道你花了三千塊可以賣多少 它全部都放在心理箱裡面帶回去 因為義大利沒有這個東西 義大利只有一種 它是偏黑色的 但是跟我們的垃圾帶 這樣的一模一樣 所以在義大利沒有任何人敢用 可是你知道這個有藍色有黃色 各式各樣的形狀 各式各樣的那個顏色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你知道台灣不是有颱風嗎 你穿這個東西頭不會濕 腳也不會濕 而且比帶那個 雨傘 方便太多了 我覺得還是有人覺得不好用耶 因為像韓國人 我之前就有韓國人來台灣 然後也是去山上 然後山上不是偶爾都會突然飄雨 然後我們就去便利商店 買了這個給他 結果韓國男生一穿破了 就是因為他太薄了 然後他那個頭可能有的男生 胃張破 對 一穿馬上就破了 然後說你們台灣的雨衣怎麼這麼薄 其實要很小心的穿啦 對 要很小心的穿 因為很容易就破了 對 因為他很輕便嘛 對 而且很容易頭不小心進去手那邊 這很麻煩 那是你的問題喔 應該是你的問題喔 誰有這樣 看人啊 那是看人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外國人覺得 不實用的衣服是什麼呢 會是什麼呢 蛤 這很好用耶 這很好用耶 我的天啊 我看一下不吃啊 我沒辦法用它 他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所以他沒有辦法想像他是怎麼用的 可能我會不會用這種東西 因為他沒有看過這東西 然後他也沒有用過 你可以用任何其他衣服 因為他覺得 你就可以用一個布就好了 為何要用一個夾子 他就會很多 不是 因為電鍋那個很近 你用布會燙 對 用這個筷子還難啊 不是 而且有時候裝很慢 沒有 因為他那個 這是專門設計來用電鍋弄的啊 電鍋旁邊都離旁邊很近 所以你要怎麼拿 他的力道其實也不能太用力 會滑掉 也不能太輕 其實有一個拿捏的力度 如果你沒有拿捏得好 他也會滑掉了 請問你們國家有這個東西嗎 有 所以你們都知道不用 美國有 有嗎 這很方便啊 就這樣夾 不對啦 不是這樣用啊 有啊 就電鍋很滿的 對 剛剛要這樣夾起來 對 不是啦 奇怪 但是像我們那個媽媽 我的媽媽 因為那個我上一次 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那個朋友的家裡吃飯 然後她幫我弄的是 那個一陣子鍋 那個魚 用蒸的 那就是很燙嘛 就是看到媽媽就這樣子 這樣子拿起來的時候 媽媽說 欸 什麼 我也欲 她說很開心 對啊 然後說 那你要嗎 然後我說我去武器航買 然後就是她還那個專門給我說 因為我家很喜歡吃那個茶碗蒸 嗯 因為那個每次那個我們是 微波爐裡面 或是那個有蒸的 很燙 那就是用這個 很方便 所以就是她現在是 不敢做什麼料理 就是那個有蒸的 她用這個 用這個 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所以日本沒有嗎 沒有 我覺得你們這些東西 你們吃的真的是太年輕 可能是我比較老了一點 我才會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我跟你說 我媽媽家都有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在說 你阿嬤那麼早之前就來過台灣 不是 這個不是台灣的喔 我跟你說 在美國之前都有 因為這個是拿來 我們會自己做一些果醬有沒有 你要把那一些東西 或是你要把一些 剩下的 就是說你現在是番茄劑 你把那一些番茄拿下來 那你做很多沙茶醬 或是義大利麵醬 你那一些東西 要先滾在熱水裡面 然後把那個蓋子 你就是用這個東西 從那個鍋子拿出來 因為那個鍋子很大嘛 然後都是熱水 你就是一個一個把它拿出來 這樣子放在桌上 那這樣子 這樣子看好 這邊有一個茶葉湯嘛 對不對 這樣子拿出來滿方便的 對不對 對喔 好方便喔 真的很方便耶 這個超級有用 現在我家也有啊 你剛剛是在進行一個 接身的動作是不是 不是 美國也長這個一模一樣嗎 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不實用 他們是很多人 根本不知道怎麼用 對 所以真的根本就超好用 我的外國朋友 也都是買這個 一大堆買回去 就買回去給爸爸以後 爸爸的朋友一看到 全部開始團購 真的很好用啊 買了一大堆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 因為我還有外國朋友 他們也是買 但是他不是買這個夾子 他買那個 增高的歐蓋 就是電鍋的蓋子 其實好像差不多這麼高 他其實有做另一個版本 是做這麼高的 讓你蒸 對 就等於你一次蒸的時候 你可以蒸兩菜一湯一次蒸完 這真的很棒耶 連唱歌也可以耶 打他 打他 換了我的朋友 他是在台中開的那個什麼 西班牙餐廳 是我老愛喔 那因為那個西班牙餐廳 不是用燉飯嗎 對 他們都會用這個 因為燉飯很燙啊 他們就是用直接就拿來 他們覺得很方便 很酷啊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這很棒喔 是他們不會用 是 沒錯 沒關係我們再來看外國人 最喜歡的第二名是什麼 第二名那就是 小綠破盒油 這個他們也會用喔 對啊 我覺得它很像 對 我們沒有在澳洲 沒有這個 因為在澳洲沒有這個類似的油 所以他非常喜歡這個 我認為你會有症狀 或有症狀 就是 他很常頭痛的話 就可以拿出來用 對我來說最實用啦 就頭痛啊 還是鼻子曬啊 什麼時候都可以用 因為它很激烈的味道 OK 它對我非常好 他覺得那味道很香 然後他很愛 這讓我感覺很好 他覺得 味道聞起來很舒服 小綠破盒油 這個你們用的都習慣喔 超愛 我覺得這個 其實這個很適合西班牙的市場 因為我們那邊有的油是 頭痛的可以用 筆塞也可以用 但是這個有兩個功能 是西班牙的市場還沒有被滿足的 第一就是那個 脹氣 脹氣 我們西班牙的料理是很會脹氣嘛 我們有一個傳統的菜叫 就是用 用大豆的 然後很會放屁 那這個在西班牙我們吃完 就是要等三四個小時一直在放屁 然後忍耐那個痛 這個時候這個會滿好用的 對啊 幹嘛硬濕啊 很健康啊 大豆不是很 對身體很好嘛 對 那加一個這個就完美了 第二個是 提神 西班牙的市場也是很要求那個提神 不是為了工作 因為大家都失業 但是晚上 夜生活很發達 我們是派對 派對 大概到早上六點嘛 喔 抹兩下 動到天亮 沒錯 抹在人中 在這裡 涼涼的 就有能力 他抹人中跟太陽穴這邊 可能只到早上 想不想用一種方式 可以讓你清醒三天三天 眼睛 你抹看看好不好 你現在就抹看看 我只讓佩陀羅回去試試看 不要亂教啦 但是說真的 像那個這一種的 因為我之前 日本的話 就是 只有釘都是那個 那一種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 不會那個 像那一種 那麼刺 然後呢 只要是有一次 我在外景的時候 有點中暑或很痛 就是這個 這個沒關係 試試看 好像是這 沒有 其實對身體會比較 因為它會救了我的命 對 很舒服 然後呢 後來發現 在健身的時候 真的很好用 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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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那個 腿面膜有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用的是那個 阿摩尼爾 就是那個 阿摩尼爾 對 先我就是有突然有精神 然後就是很大 為什麼要這樣 讓自己興奮啊 蛤 蛤 真的嗎 健身要這樣 這是有辦法的嗎 那你幹嘛去買 你去一趟男廁所就聞到了 不是啦 我需要更強烈的 就是讓自己很有精神 不是要去一趟男廁所 強烈的 你跟在肚立後面就OK了 我會死掉 不是你推的時候 就有人在你上面尿尿就好啦 沒有 沒有 早上有沒有起來 所以我最近那個 早上那個健身 我真的發現那個 早上健身比較有效 那早上起來的時候比較想吃一下嘛 我就說起來的時候 這樣 聞一下 而且看好的比賽會通 喔 對 比賽會通 哇 我真的沒有想到外國人居然會喜歡 對 因為那個味道就是 你知道在我們小時候印象中 就是你知道會是那種阿伯才會在用的 對 或是阿嬤硬要幫你擦 對 或者是你知道有時候 聞到那個味道一轉頭過去 會看到是一個由頭的人 對 你知道 因為他那個味道一擦是滿重的 很重 對啊 很舒服啊 特別是被溫子定阿的時候 那個小小孩就摸一摸 只要有人在整台公車都聞到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多 可以代替這種味道的 或是有些東西已經 就是像薄荷 就是更舒服的 薄荷棒什麼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為像這個 哇 我不知道原來外國人這麼喜歡 也滿好的 就我跟你說 羅馬地鐵不是很髒很臭嗎 對 這個 很香 你都可以把那瓶環給我們嗎 你幹嘛 你這樣會上癮啦 不行啦 不要擦鼻孔了 我真的很 那擦哪裡 眼睛 我會嚇到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耶 沒想到這個我們 你伴隨我們長大的 家庭常配良藥 他們那麼喜歡 真的 下次知道要送外國人什麼了 這個感覺可以當香水 我都很久沒聞到這個味道了耶 超香 很香 這個也好像我們那個老人 我們美國老人家的那個 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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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就是會這樣 然後 我再回來 因為這個東西我一直想 這個超好用 我在想我是不是 如果抹在頭上 我的頭髮會不會開始長出來 會長出來 不會啊 因為這個很多用品 毒力等一下會冒煙喔 你等一下會早涼 小綠薄荷油 那我們來看一下外國人覺得 會不實用的第二名是什麼 我跟你講他們又要出洋相了 香氛啦 香氛垃圾袋 怎麼了嗎 為什麼 有這種東西喔 他說他不喜歡垃圾袋 因為他沒有很多垃圾 我們會抹在這個袋子 我們不用抹在這個袋子 通常你爹垃圾 你不會去聞這個袋子 它到底香不香 它味道很奇怪 他覺得 味道很奇怪 因為他不喜歡薰衣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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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我會使用垃圾袋 因為薰衣草的味道 就是沒有必要有一個味道 你放垃圾跟好像的一起 放一起應該 覺得會更臭 對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這不實用 因為他們的衛生紙都丟馬桶沖掉 但我們是都插完之後丟垃圾桶 對啊 但因為垃圾桶真的你有這個垃圾袋 會真的沒有那麼 尿稍微沒那麼重 因為有的小寶寶的尿布啊 什麼有一些東西啊 對不對 其實你不用想那麼多 這個東西真的超好用 我自己覺得 真的 因為你就是把它放在垃圾桶裡面 一整個那個廁所都會 比較有一個一種香味啊 你不用放很多人就是買那一種 一瓶一瓶的那一種 那這個 我覺得你給這些外國人看 是你給他們這個味道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是垃圾桶 這個是垃圾桶 其實他們有很多不一樣的味道 這個是超好用 那有一次 因為這個東西 我帶回去給我媽媽用嘛 我媽媽也愛上了 那這個是小的 所以沒辦法賺很多 但是他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也有中間尺寸 也有大尺寸 對 這個沒想到 沒想到那個肚立大力推薦 你在幹嘛啊 真的是 要去搶劫嗎 因為他覺得太香了 怎麼了 你的浴帽做好了 這個也可以當一個雨衣 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 你就想一下 有一個大一點的哪一種 好適合你喔 所以你們兩個剛剛帶這個是 要去周大福營樓是不是 沒有 我說的是真的 這個東西超好用 我跟你說 我待會兒去給我媽媽用 我媽媽用了一次 她之後都說 我每一次回去美國 要幫她買一兩盒這樣子 我們家也用這個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她教我幫她買八盒 為什麼呢 因為個地的鄰居 也愛上到這個東西耶 你這樣有點像阿拉伯人 有 有 這個還有肯涼的版本 我覺得滿好用的 因為我最近養狗 它有一個 香氛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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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妳在路上 妳的狗大便 有 你要剪它的大便有沒有 有 因為妳留在外面不衛生 對 你要剪 如果它有味道 其實哇 好剪很多 好 那我們要來看這些 外國人最喜歡的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的部分是 電玩牌 好棒喔 這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開玩笑 這個你們沒有了吧 看一下 因為我們愛蝸蝸 而且是很好的 因為他們很討厭蚊子 蝸蝸蝸蝸 蝸蝸蝸蝸 很棒 對 對 我愛蝸蝸蝸蝸 他們選擇電玩牌 因為他很討厭蚊子 這裡有很多蝸蝸 最棒的東西 對 他說這電玩牌是他的肌肉 因為台灣有很多蚊子 我真的很怕蚊子吧 尤其是在台灣有很多蚊子 所以之前 我們有很多蚊子 對 因為他們的國家很多蚊子 蚊子很多 當你有很多蚊子 會很實際 因為很多蚊子 所以可以用得上 我覺得每個國家 都有蚊子 所以很便宜 他覺得這電玩牌在 很多國家都有蚊子 所以會非常實用 還這個蚊子 已經是全球公敵了 是的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特別是美國南卡羅來納州 怎麼了 很需要這種東西 因為我們夏天的時候 氣候是跟台灣差不多 那個燜熱 蚊子也很多 有點濕濕 對 但是我們也是又很喜歡到外面去 那個camping 露營啊 還有去釣魚 那你去釣魚的時候 釣魚你在湖邊 蚊子很多 我那時候 然後我帶一個回去美國 然後其實我跟我朋友去釣魚 然後 我 我剛好有一個羽毛球的那個袋子 我就把它撞進去袋子裡面 很像喔 因為你不能隨時帶那個蚊子的那個燈 那太麻煩了 不蚊燈 很大一個嘛 那我就帶了 然後我就放在旁邊 然後把它拖下來 她說你現在要打球了 這是打什麼球 我拿出來 她說 這什麼聲音 妳要看到它亮起來 我說沒有這個是打蚊子的 她覺得她超級興奮 她就拿起來 她就根本沒有想要釣魚 她就一直開始打 打 我們到最後好像在計分數 對 就是你打多少 我打多少 這個現在美國有在賣嗎 沒有耶 我媽媽 我送一個給她 她覺得 這個應該是一個很寶貴很 在台灣產品 我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台灣的一個民宿 然後一個阿姨進來 啪啪啪啪 蚊子滿地都是 我就覺得哇 這個東西 我也覺得應該很貴 後來去那個五金行 再三百塊不用 不到啦 差不多啦 所以我趕快買一個 帶回美國 我媽媽在烤肉那個蚊子 在她的頭上 滋滋滋滋 我一拿出來 我媽媽就是傻眼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台灣的嗎 台灣有這麼這麼現金的東西 你知道之前這個是台灣的 我們有一個 日本人喜歡的台灣的 我們有一個拍 我去的是五名以內 電文拍 因為這個很好玩 然後呢 而且我們這個日本人 還被BBQ的時候 可以當大英雄 因為日本沒有這個東西嘛 頂多是那個叫做 就是一個冒煙的東西 就是放蚊子 或是直接身體擦的 但是還是被咬嘛 然後那個時候 啪啪啪啪 旁邊的女生 啊厲害 然後妳說咧 我也是 真的 他們真的還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們就玩 又在 真的啦 而且其實 雖然不能你們模仿 但是我們是玩遊戲啊 就一點喝個酒啊 就懲罰 就是可以碰一下 碰一下 對啦 但是我們還可以玩遊戲 嚇到我了啦 那除了這三個以外 就電文拍跟這個薄荷油 還有輕便雨衣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的 跟這三名都很接近 啊 遺珠之汗 遺珠之汗 對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如果我去工作 或我去學校 我可以直接放在我的袋子 他上學的時候 都可以待著他 所以他覺得非常方便 看起來很方便 你可以搓它 搓它 我喜歡 他最喜歡就是這一個 因為他可以 很容易方便帶 然後可以很容易收 不是一樣的 它比較小 所以我喜歡這個 因為它比較小 這個在他們國家有 但是會比較小一點 這個他第一次看過這麼大的 所以他比較 他很喜歡這個 因為他可以用很多次 然後方便 我常常出國 酒店裡面那個杯子不乾淨 然後自己帶比較乾淨 這個你們沒有嗎 有啊 那邊 那邊 沒有沒有 這個是我也是在台灣買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級方便 因為那個現在放寶這一塊 是大家有那個 有興趣嗎 你看喔 沒有吸管 這個好棒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什麼 吸管 還用吸的 還可以吸 我們好好的一個節目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為什麼這樣 這個可以吸煎豬奶茶 煎豬 煎豬 吸管 然後呢 等一下 看看… 都厲害 可是這這麼軟怎麼吸 可以…軟的 可以 軟的可以吸啊 不是啦 吸管就好了 他一定有想辦法 對 而且這個是洗澡做的 所以很放飽喔 洗澡 洗澡 對 他整個都軟嗎 他怎麼… 他一定要 可以啦 你那個水會不會灑出來 不會… 他放在鍋盒上 這個怎麼會不會灑出來 不是啦 你要輕輕鬆說 奶奶會痛 痛 怎麼啦 他真的很… 真的很… 你懂我意思嗎 真的是什麼人介紹什麼東西喔 要習慣 要習慣 那鍋盒很危險耶 可以 所以人家如果一不小心 你一跌 一跌 不會啦 欸 都完了啦 欸 一個本來都好好的東西 搞成這樣 開心了吧 是因為你拿著就變成這樣 對 你們國家有這個東西嗎 沒有 這我沒有看過耶 這我沒有看過耶 挖不完的寶 都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沒有喔 真的很軟 西班牙有看過嗎 沒看過耶 我沒有看過耶 肚瀟要看有多軟 南非也沒有 可是我覺得台灣有另外一個環保 是南非也很需要 就是那種自備的筷子餐具 對… 很寶塊啊 我覺得那個… 那個台灣也賣很多 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外國人最…覺得最不實用的 第一名是什麼 又在假鬼假怪什麼啦 藍白脫 他們不是很喜歡嗎 不是很喜歡嗎 因為他覺得這個樣子 看起來沒有很時尚 我挺貪心的 OK 你覺得可以再跟你 對… 對… 好 他覺得這個 這個外觀可以再更好一點 然後更時尚一點 這個拖鞋不好看 他們不是很風格 因為他覺得他很不好看 因為他覺得他很不好看 因為他覺得很重 因為我太重了 所以他覺得不好穿 當它乾淨 你知不知道 你肚子也會穿 肚子也會穿 肚子也會穿 他說他不喜歡穿拖鞋 因為腳可能下雨就會濕 看起來像鞋子 所以我只會穿去洗澡 他覺得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然後他最多只能在廁所裡面穿 這藍白拖流行多少年了 他們不是很愛嗎 我們外國朋友都超愛的 這個很耐用又實用 怎麼了 這些人很不懂 時尚這個字 就是 你好意思 因為我很懂時尚嘛 我是用那個靴子嘛 阿兵哥的靴子 有層高墊的 這個穿的腳會痠 那脫掉 穿個藍白拖超舒服 不僅好看 也是有另外一個功能 是很衛生 因為我們西班牙會用的那個 那個妥協是布的 布料的 這個一個人穿 大概一個兩三天就會臭掉 這個是塑膠的 所以這個很適合 你有客人來你家 就可以共穿 所以很好用 第二 他們說不時尚 最近有那個什麼 挨買式 出了一款一萬塊的 長得跟藍白拖一模一樣 對 所以是很時尚 第三 台灣有賣很可愛的襪子 就是這種 我喜歡乳乳米 就是我小朋友的回憶 那這個沒辦法展現 除非你跟藍白拖搭配 就超級好看 這個我穿到那個洞去 大家都 我聽到的聲音都說 好可愛 應該是 確定嗎 配得了我這個名字 確定嗎 還是好可憐 你有沒有覺得 藍白拖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很耐穿 台灣的那種 菜市場的老人到飯人 全部都在穿藍白拖 沒錯 假腳拖 跑步就是會壞掉啊 他不會 藍白拖 第一次 史上最早用記憶鞋墊的鞋子 是嗎 對 因為你穿久了以後 他自己就會這樣拗下去 很符合你的腳型 是不是記憶鞋墊 是 的外國朋友他們說 他們最喜歡藍白拖的原因就是 他們不用煩惱左右腳 這個有啦 這個有 是他後來才分的 有一種的是沒有分的 完全沒分左右腳 然後外國人就說 因為他們買給小朋友穿 小朋友常常分不出左右腳在哪 但是如果用了這個藍白拖的話 小朋友隨便套 隨便就可以出門了 對 而且很多外國朋友 像杜莉這樣的人 常常左右不分啊 我穿不下 我穿不下藍白拖 他真的有分耶 有分啊 有一種的是沒有分 有紅的綠的那種 對 那種就沒有分左右腳 看這些東西好多好 好有回憶喔 看到沒有 今天要介紹那麼多台灣特有的小物 外國朋友們喜歡通通買回家 這樣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也謝謝 我們粉絲一強 下次見 掰掰 我們粉絲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